大家好,我是奥克军,我也来了,今天和大家讲一家公司非常热门的一家公司,UiPath 因为股票代码的话是Path,因为最近的话Category一直在加上这家公司,对吗 我今天的话主要是想借着做这家公司一个基本面,然后和大家说一下我整个的,我做基本面的时候整个一个思考的过程,包括我用到的一些资料,用到一些数据 好吗,我是没有用所有的数据的话,我全部是在Google上面找到,我没有用其他一些任何的一些付费的一些数据或者付费的一些软件 那就开始吧,然后首先的话,基本上我研究一家公司,首先就不了解的一家公司的话,我直接先去他们网站上,我以前不知道UiPath是做什么 然后直接去他们网站上看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其实我去看了之后,然后我今天去看了之后,看他们这句话 他说we make software robots, so people don't have to be robots, people don't have to be robots 其实不是非常非常清楚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就只是感觉你拉下去看一下,只是感觉他们一些合作伙伴的话,好像还是都是挺有名的一些合作伙伴,对吗 基本上以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基本上你去一家公司的网站上或者首页上想去找到他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话 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找不到,因为他们他们的基本上都会写,比如一些一些mission statement,都会写的非常high level,非常高层级的 你基本上从他们的mission statement里面的话,你是看不出家公司具体是做什么,或者他们一个business model到底是做什么的 然后然后我通常会做的是直接去油管上,然后搜索视频,搜索什么视频,搜索他们CEO的视频 包括他们搜索他们CEO的一些采访的嘛,然后我今天的话看了两个他CEO的一个采访,这边两个你可以看到,第一个的话就是democratizing robots with Daniel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一个视频,这是我通过这两个视频去了解一下,其实第一个视频的话,这个视频里面我了解了Daniel他自己的一个背景 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什么时候开始放在这家公司的,然后这家公司的一个历史,包括他自己对这家公司的一个理解 其中听完之后的话,让我有一点点让我有一点点比较好奇,或者让我有一点点幸福,因为他说他们做的什么事情,他们其实做的就像自动驾驶或者无人驾驶一样 其实无人驾驶他在他的一个视角里的话,其实无人驾驶最后就是一个computer vision,就是你原来人是怎么样开车的话,其实电脑就是去模拟,试着去模拟人是怎么样去开车的,就是他带给我的一个视角 然后我当初的理解就是我觉得这还挺酷,就是就等于那他这个软件的话,就等于我原来我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的假设就是背后的一个电脑或者他的一个软件的话,就是监视我平时是怎么做事情的 然后通过监视我平时是怎么做事情的,然后在最后再通过AI去分析,然后去推散出我以后会是怎么做事情的 或者说起码背后是有一个智能在那边,或者说能够帮助我平时能够帮助我以后去怎么做事情,我是这么去理解,我觉得但是实际上其实不是的 实际上我后来了解下来以后他其实他是就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他其实做的就是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每天上班的一些任务的话,就是每天打开IE打开网页,打开网页,然后就是进入google,进入google之后,然后你就输入,你就输入啊,比如说你进入youtube,然后你收入输入对吗 在在网址网页上的话,你输入比如youtube.com,然后youtube.com输入完之后的话,比如你进去搜索UiPath,然后Daniel,比如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的话,那 UiPath加这个软件做什么,他做的就是我前面说的所有的步骤,他帮你记录下来,他帮你录下来,他就好比是一个什么 有一点点像一个摄像头,他帮你每天做的那些东西全部记录下来,然后明天的话,他等于你,如果你明天做同样的一个事情的话,他可以帮你去直接把 直接拨放一个replay,对吗 基本上他大致的概念是这样,当然中间的话,他确实是有一些AI的一些成分,包括是有一些推演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我们要理解这个的话,那基本上你就知道这家公司解决了什么,这家公司其实解决的是一些重复,每天非常重复量 就重复量非常多的一些工作,而这些工作相对来说,这些工作的一个职能都是比较低的 就我的理解,其实他其实解决的是一些low hanging fruit,就是是一些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重复量比较高的一些工作 但实际上这些工作就这些工作能够被替代的一个可能性的话是非常非常高的 工作内容本身的话复杂性其实基本上是没有非常多的一些复杂性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平时意义中的一些automation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一开始我觉得这有啥 一开始我就感觉这不就是Excel里面的一个visual basic吗 而且visual basics里面的话,它也是有一个recording的 你也可以记录一下你鼠标的一些移动啊,然后你双击啊,这些东西它都可以记录下来 不过我后来仔细想,因为我可能自己有一个偏见或者有一个bias在那边 因为我自己平时做的一些事情的话并不是每天重复率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相信在很多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职能的话 它确实是有很多工作的一个职位,它的重复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UiPath它就有这个优势在了 因为为什么,它相对来说可能用UiPath软件的人不,并不需要有非常强的一个编程的一个能力 所以它的一个,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user friendly,对于用户来说的话是比较友好的 好吧,就我觉得这一点,这一点的话我们是要理解 然后它这整个一个过程的话,它是有一个专业术语在里面 它叫rp,它叫rp,这一类的软件的话叫rpa software,它叫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然后我在这个网站上的话,它是goners,然后他goner 然后我在这个网站上我找到基本上,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网站上基本上 我个人觉得它把所有的rpa的一些,就rpa的一些一些software的话全部放在这里了 或者全部总结在这里 感觉UiPath的话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在起码在这个领域之内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佼佼者,使用者应该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应该是最多的,对吗 评分的话也是非常高的,4.6个评分其实相对来的比较高了 接下去一个的话就是automation anyway 反正我这两个软件我平时都没有接触过,UiPath或者automation anyway 这两个软件我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软件或者新的一个领域 然后其实我在油管上的话,我还去看了一个啊,UiPath的一个tutorial 就是一个两小时的它的一个教程,它就是啊,当然我没有全部看完,我肯定没有全部看完 就我看了一下,所以我就看了一下这,它是一个beginner,就是为初学者设计的一个课程,看看我,所以我想看一下这些个软件到底是做什么 这其实能帮助我去理解一下啊,这个软件到底解决的一个困难,或者解决公司的困难到底在哪,好吗 啊,然后了解了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或者它的一个business model到底是做什么,接下去的话就非常简,接下去的话就,我就我还是说顺着这个做整个基本面的,就做整个基本面的一个过程和大家分享 就接下去的话,我就直接去Google上面去搜索,UiPaths1就是它,这是他们的一个招股书,因为它是通过IPO上市的嘛 啊,然后你就点进去的话,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招股,招股书的话一般是非常非常长的,就基本上都是两三百页的,就啊,我觉得如果很多小伙伴第一次做基本面的话,招股书是一定要看的,但是也不要被两三百页的一个招股书的话给下退,因为很多时候你你只要去,你只要去这个这个招股书里面去找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出来,就啊,并不是所有东西你都要看的,好吧 那在他们招股书里面的话,你就直接下滑,我第一个找到就是他在这个招股书里面的话,第十六页对吧,这是他前面十五页,然后第十六,第十六页的话,这一个 Consolidate statement of operation的话,这个还是比较重要,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就这个的话,基本上我们我第一个就会看的,就这里边找什么呢,这里边的话,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看他的revenue,看他的营收啊,营收,包括他的一个营收增长,然后看他的一个cost of revenue,对吗 那看他这边的话,因为招股书里面,他放了三年的一个数据,然后他们的一个year end的话,他就他们一个年末的话,其实是1月31号,所以他这边2021年的话,其实他他这个2021年的话,其实是什么,其实是2020年,他其实是从,就他的一个财年的话,是从1月份到1月份的,所以他这个2021代表的是20201月份,或者2020年一个2月份到2021的一个1月底,好吧 然后当然这边,就先看这边吧,19年,你可以看到19年到19年到20,整个19年和20年的一个增速的话,148个million,这是million的,1.48亿美金,或者1.48亿美金,然后这边是336,148到336,你差不多你大脑里面,你做一个算数的话,其实这个增速的话是比较快的,就100%都超过100%,对吗 因为148你翻个倍的话,就差不多在300左右,然后这个的话,这个的话是啊,在336,差不多在百分,增长要120%,就是他们那个revenue,这是第,这是19年到20年啊,对啊,到20年,然后啊,20年到21年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的话,这个增速从336到607,那100%不到差不多,我估计在80%,70%到80%,70%到80%,70%到80%左右吧 啊,那你要了解的就是,那这个增速是ok的,这个增速其实是比较高的,对于成长公司来说,这个增速是不低的,但是这个增速是不低的,但是这个增速是不低的, 这个增速的话是再放回来,就这其实是算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你不可能一每年都一直在翻倍翻倍的,而且你的数字越大,你的基数越大的话,你翻倍的可能性是越低的,对吗 啊,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一般我都会看,因为这是一家成长性公司嘛,那你基本上你都需要看的什么cost of revenue,你记,或者说啊,total cost of revenue,或者说你再去看他的一个growth profit,你基本上,你拿这个growth profit去处理他的一个total revenue的话,你就能算出来他的一个什么growth margin,或者他的一个毛利率 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因为我如果说看多了,大家就知道,有一点我们需要,我们需要重要的是,而且我以前说过很多次,就是在对于一家软件公司来说的话,他的一个毛利率的话,旁边的标准啊,就是在80%左右,或者说甚至于在80%以上 就什么意思,就是你拿这个growth profit,你去处理他的一个total revenue的话,标准的话就要在80%以上啊,而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在2021年20,其实2020年就,但是我就根据他上面数字说了,就在2021年的时候,他的一个毛利率的话,其实是比较高的啊,在89%左右 毛利率的话,其实我是这么看的,就这一点的话,大致你需要知道一下他的毛利率在哪儿,因为毛利率的话,其实最终的话会影响到你对他的一个ps,或者他对你对影响到你对他的一个市销率的一个估值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如果这家公司的一个毛利率相对来说,比同行的毛利率要高的话,那可能他的市销率的话,他就可能比同行要稍微高一点,对吗 啊,这就是他被,这就是毛利率背后的一个含义,好吗 啊,然后呢,就你先,就我说了第一步,关注他的一个营收的嘛,revenue,第二步的话,关注他一个cost of revenue,或者直接看他的一个growth profit,就看他的一个毛利率,你把growth profit去除以他的营收,接下去的话,你你这边还需要看的是他的一个operating expense,就是看他的一个花费,基本上花费来说的话,啊,他这边都会分成三档的,第一档就是SNM,就是一个啊,sales and marketing,他的营销到底花多少,第二个的话就是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他的人工G&A,啊,这三个的话,我们是,基本上都是学习的,啊,然后呢,就你先,就我说了第一步,关注他的一个营收的嘛,revenue,第二步的话,关 是需要看的,因为,啊,你要知道他的一个营收,就很多时候你会拿一个百分比,什么百分比,就是你去他,你去拿他的一个SNM的话,去除以他的一个营收,所以你可以,你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得出来一个百分比嘛,你得出来这个百分比的结论是什么,就你每赚一块钱的话,或者你的你的营收每是一块钱的话,你需要花多少的一个营销花费在背后,对吗,如果说这个百分比越高,就你拿这个sales and market,你拿这个SNM去除以他的一个revenue,这个百分比越高的话,越说明什么问题,越说明这家购买的,这个百分比越高的话,越说明什么问题,越说明这家购买的,这个百分比越高 公司的一个营收的话,其实是从营销花费上而得来的,对吗,这一点我们要,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一个百分比的话是越低越好,当然你太低的话,就说明可能你这在这方面的花费不够多,好吗,啊,比较正常的一个sales and marketing,除以他的一个revenue比较正常的,在25%到30%左右,啊,所以你带着这个视角,你去看的话,就你拿这个数字去除以这个数字的话,啊,你可以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整个的一个revenue的话是148,但他的一个marketing的话就已经在190了, 189.7,就说明什么问题,就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去就,啊,s&m,就sales and marketing是高于,已经高于这个revenue,就说明什么,这其实很少有公司,或者说,不是非常多的公司,你能看到这个数据,一般来说,我前面说了,在正常的数据,在25%到30%左右,啊,然而他是高于100%,起码在这两年是高于,在19年和20年是高于100%,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在背后,他的一个营销的话,花的非常非常多,啊,然后最让我,或者最引起我警觉的是这边,2020年, 2020年的时候,他们在营销上,营销上面的话,花了483,4.83亿,然后最后的话,收入的话是在336,你可以看到这个百分比的话是非常高,高于百分,差不多这个百分比在150%左右了,那么所以呢,从这里边,我们能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这家公司有可能花了非常多的钱,在他们的一个营销手段上,当然,这个是取决于你在什么领域里面,就对于这家公司的所在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解释的,为什么啊,因为他是一家软件公司,他是一个 B2B的,就Business to business的一个model,对吧,就是他是公司销售给公司,因为谁用他的软件,个人是不会用他的软件,只有公司采用他们的软件,那他要怎么去打入这家公司,就他要怎么让其他的公司去用他们的软件,他必须要,我估计他们要请非常多的一些销售,帮助他们去在这方面去进行销售,就把自己的软件去卖给其他公司,所以这方面理论就有一部分的话,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要打开这个市场的话,就必须要花这个营销下去,然后的话是这一页,这一的话是在这边里面, 的84年,然后这边这这一页的话,其实和前面那一页是一样的,但是他少了哪呢,他是变化仗,他少了2019年,然后他这边和前面不一样的是,他前面全部按照,他全部换成百分比了,这这代表的一个数字,每一个数字的话都是一个百分比,就比如说我前面说他的一个growth profit,他这边82,82代表什么,他代表他的一个毛利率的话是在百百分之八十二,2020年百分之八十二,然后2021年的话是百分之八十九,啊,就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就你可以不用自己去算,然后他其实财报里面的话,他这个 招股数里面的话就有的,然后SNM这一块的话是2020年的话是非常高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四,对吧,啊,然后这也第一百五十三页,这个我都是滑下去,滑在水的时候看到,这边是exactive compensation,就是他们一个高管的一个收入,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每次我都会看,但是啊,我倒不会发非常多的时间,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就你可以看到,啊,他这边的话有三个人,三个高管的收入,全在这边了,他们的一个CEO Daniel,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个founder,对吗,co-founder,啊,第二个的话, 就是第二个人的话是EVP,他们那个product and engineering的一个EVP,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他们的CEO Chief Revenue Officer,你可以看到Daniel的话,这是2022,其实这是2020年财报年,2020,整个2020年,Daniel他总共收入多少,才21万,他是没有拿任何的一个股权基地的,这一点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在他Daniel的话,公司在整个2020年的话,是没有付给他任何的股权基地的,这是一个好事情,然后啊,其他两个人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 那么,工资其实,Daniel的工资也不高的,才10万,才10万块钱,10万零六,对吗,10万零六千,我们,我相信我们这边很多马农工资都比他高,对吧,啊,然后其他两个人,你看CEO的话,这个EVP这个人的话,工资40万,然后下面一个人,CIO的话30万,但是你看一下他们的股权基地,再看,股权基地非常非常多,然后你再看一下,当然这后面还有option awards,最后全部加一起的话,你看一下他的一个compensation,2400万这个EVP,下面一个人的话,1670万,然后Daniel的话, 21万6,好吧,这其实是,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因为这家公司一个co-founder,加他呢,一个CEO的话,他,这背后代表什么,这背后代表的话,他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意愿的话,他是想把这家公司做好,而不是想从这家公司上去捞钱,好吗,然后这边招股书里面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你搜,你打Ctrl F,Ctrl F的话,然后lock up period,然后lock up,lock up的话就是你去搜一下他们的一个解禁期是什么时候,然后你可以找到这一栏,lock up arrangements,然后 然后基本上,啊,uipath的话,他和airbnb是,airbnb的话,他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是在,啊,这边,啊,second,就这边,second,second for trading day,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our regular earnings announcement for our second fiscal quarter,啊,following,blah,blah,blah,就是在他们发两次财报之后的一个第二天就接近了,和airbnb是一样的,好吧,啊,我,我记得他们是,这个是6月8号发的财报,那么6月8号发财报,那就是三个,6月8号是发了第一次财报,然后那就是, 在三个月之后的话,就是9月,假设9月8号发财报的话,那就是在9月,9月10号,那么9月10号的话,那一天的话就开始接近了,好吧,啊,然后呢,啊,招股书就看完了,那看完招股书的话,看什么,看财报,有财报的话就看财报,然后看完,啊,就看完他们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这一季度财报看完的话,还要,啊,我还听了一下他们那个财报的一个会议,财报会议的话也是比较重要,那怎么看,怎么找财报呢,比如你现在,你直接去google上面搜ui path,然后基本上,你打公司名字进去,然后你后面打一个ir,就是investment relations, 你基本上都能找到,就,谈出来的一定是你,你想要的一些信息,然后你点进去,点cordery results,然后你滑下去的话,这边就有,这边就,这边就有他们发第一季度财报里面的所有信息了,好吗,啊,然后这边财报会议的话,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的话,你可以去听一下他们的一个,就webcast,earnings webcast,你第一种的话,你可以去听一下语音,对吗,或者第二种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transcript,或者他们的一个纪要,啊,我对于uipart家公司的话,我没有,我的语音听到听了一半,但是我后来的, 的话,我把他们的一个纪要都看了一遍,啊,这边就是他们的一个纪要,啊,里面有一个问题的话,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觉得还挺重要,他说,啊,你是怎么看待啊,微软给他,给你们带来的一个威胁,然后daniel是怎么回答,他说,其实他们和微软的话是,枪杀是非常非常,枪杀是非常非常,他说,你可以看,你看这里,他说,we have a unique platform that aims to emulate people in their work,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软件的话,其实是完全是模仿人们在现实中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我人们在 工作中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前面说,其实他就好比是一个摄像机,啊,就好比是一个对摄像机,人们在做什么,他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把它再重复,啊,然后,而且他,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微软的话,他其实他们的go,或者微软的一个目标,什么微软的目标的话,是提供其他,新的一些软件或者分析给,给,给就给,给那些员工,或者说给那些使用者,这就是我说,就一般来说,我们眼里的这种automation,或者这种自动化的话,都是,比如说你现在是怎么做的,然后试着 是去用其他的一些软件啊,或者用其他的一些编程去,自动化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而,而,而,uipad不是,uipad是,你,你,你,keep doing what you do,你现在是怎么做的,你以后还是,你明天还是怎么做的,但是我把你明天还是怎么做的这个过程,我给记录下来,然后我帮你复制出来,这就是他们做的,啊,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就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去自动化,但是他们的,就我觉得微软和uipad,他们take的一个proach,或者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然后的话,就看他们的一个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然后就是财报就是这边,earnings release,然后你点这个pdf,然后出来的话就是这边,啊,财报这边的话,其实你看的话,其实你就是给自己一个refresh,因为他们,因为我们前面,我们一开始看的是他们的一个,啊,招股数,然后现在这次财报的话,2021年的一季度这个数据也出来了,其实一样的,财报里面,你和看招股数的,基本上招股数里面看什么,财报里面的话,你也看一下,啊,对吧,营收revenue,然后cost of revenue看一下,然后的话,还有他们这边operating expense都要看一下,然后, 然后比较起比较有意思的是,你看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数据啊,比如说大家举个比,举个举个举个例子,sales and marketing,啊,就就营销上面那个费用,营销上面费用,你可以看一下,啊,2021年比上2020年前三月的话,从90,99,90的话就是9000万的嘛,啊,那就是90 million,然后到了205,205的话就是2亿左右,啊,那你需要问自己的是,啊,那他是营收,啊,他在smsm上面的话,他一个季度,这个季度的话,比上一年的这个季度, 同样要要翻倍了,对吗,啊,那到底是不是他们真的在sm上面,他们翻倍的话,其实不是的,因为有一点这个是会计里面,就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以前我和大家分享过,一个是gap,一个是non-gap,什么是gap呢,我们现在看的就是gap,然后就是gap accounting,然后non-gap accounting也是我们需要看的,non-gap accounting的话,gap和non-gap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sbc,stock-based compensation,就是股权的一个基地,啊,所以这边的一个s sales and marketing里面的话,205的话非常有,就是股权的一个基地,啊,所以这边的一个s sales and marketing里面的话,205的话非常有,就是股权的一个基地,啊,所以这边的一个s sales and marketing里面的话,205的话 就是它是带着股权基地在里面的,那我们需要看的什么,我们需要看的是,我们如果去看non-gap,然后我们把股权基地去掉的话,你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它在sales and marketing上面的一个花位的话,是不是比上一年的一季度要高,什么,然后的话,你去找到这一页,就是在他们财报里面的第14页,你可以看到这边是reconciliation,每一个财,每家公司财报都有的,它都有,它都会有这一页的reconciliationofgap account,就gap,然后to non-gap,啊,就是它把那个股权基地那部分的话给剃掉,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如果说把股权基地给剃掉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边non-gap sales and marketing的话,实际上只有8600万,就85.9,对吗,然后就今年的一季度的话85.9,而上一年的话是8689,实际上我们把sbc把股权基地去掉的话,它其实实际上在营销上面花费的话,是比上一季度要少的,对吗,同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rnd的话,其实上也没有增长的非常非常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看看non-gap,还不是看gap,因为gap, 它里面股权基地的话非常有可能,比如说这次一季度的话,它是和他们上市是有关系的,因为刚刚上市的话,所以它那个股权基地的一个费用是非常非常高的,而实际上花在营销上面的一个费用的话,实际上比上一年要少的,但是他们的一个营收的话,是比上一年要高的,对吗,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好信号,这什么意思,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营销上面的花费的话,并没有增并没有增加,反而是降低了一点点,但是他们的一个营收的话是增加了,然后的话看这边, 这边是第十一页,这边是他们的一个现金流,他们的一个statement of cash flow,也不用花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去,不懂的话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就主要的话稍微看一下,看哪呢,你主要的话可以看这边,它这边有一个net cash,using operating activity,这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运营当中的话,他们是一个正常,他们是正向的现金流,还是负向的一个现金流,一般来说的话,成熟的公司肯定是正向的现金流,对吗,但是对于一些成长型公司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这边的话是负向的一个现金流,对吗,所以你可以看 可以看到啊,uipath的话,他这边是一季度的,对吗,一季度的话,他是负向的现金流是十七,十七点五,就是1750万,那很多人说这个1750万,负向现金流1750万,这背后有什么含义呢,就就是他们这就是负的1750万,就是他们每,我们假设他以后一直是负的1750万,每一季度都是负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在这个运营的话,他们每一个季度的话,他们都要出去,就现金流的话都要出去1700多万,对吗,那你要看这家公司能不能运营下去的话,你要看他手里现在有多少钱,有多少钱,有多少钱, 有多少现金够他去亏,对吗,所以你就,然后的话,你就来看他们的一个balance,或者他们的一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其实不用看非常多,你先看,你看这就最主要,你看他有没有足够的现金,你看他这边cash and cash equivalent,因为他们刚刚进行上市啊,上市完之后的话,他们这个现金流的话,现金的话是非常非常多的,一点八,张静耀一点八个别点18亿美金啊,第一季度亏了,从从operating上面去亏了1800万,就算他1800万,但是他们现金流的话有18亿美金,所以非常足够的一个现金流在背后,好吗, 然后最后的话,你再回到这个界面,然后我们点点,我们点这边earning slides,然后点进去的话,他就是这张图,earning slides的话,里面相对来说就是图文并茂的,他这边是给,就你看上去的话更加舒适一点,基本上他里面很多是图,然后其他很多主要东西在前面,在前面的那个财报里面的话都有了,主要这边的话,我就看一个东西啊,主要这边的话,他是看第一季度的一个营收是多少,然后对第二季度的一个指引是多少,第二季度指引的话是180到185,就是1.8亿美金, 到1.85亿美金左右,他这边取了一个中间值的话就是183,所以你基本上啊,这边有一个,就因为这家公司,他们这边有一个,他们用的一个衡量指标,有一点点和其他公司不一样,他们用的一个AR,这边的话,我就analyze,一个analyze,renewal,然后rearray,这个概念的话,我这边就不展开了,这个有很多其他,很多不同的公司,很多时候他们用的一些指标,给的一些指引的话,都是会用不同的一些衡量标准,这个倒不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只要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用这个衡量标准,这边我就不展开了,反正我对他那个,你按照第一季度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营收,包括他们对第二季度的这个指引,你对他今年的一个营收的话,差不多我估计啊,在8亿到8.5亿吧,就高一点的话,可能是超过8.5亿,但我估计的话就是在8亿,就800 million to 850 million,所以你去除以,你去换,你去看他整个2020年财年的话,差不多这个营收增长的话,好一点的话是在40%就营收增长,对2020年财年的话, 一年整个营收增长的话在40%左右,好吗,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看完了,然后的话这边就不用看了,接下去的话,你去我们去Yahoo Finance,然后Yahoo Finance的话,Yahoo Finance上面的话,比如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搜Palantia,因为我要去Palantia上面给大家看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你搜Palantia,那Palantia就出来了,Yahoo Finance上有很多数据的,比如你Palantia打进去之后的话,比如举个例子,你点这边Analysis,然后这边Analysis,你点进去的话,你你往下拉的话,你能找到什么,你能找到这边有一个 所有华尔街的一些Analysis,所有华尔街分析员,对于这一家公司的一些评价,或者一些买入或者买入或者卖出的一些评级,对吧,你所以你可以看到Palantia这家公司的话,7月份的话,有两个人是选择卖出的,就觉得价格过高了,然后但是总体的一个趋势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说持有就连续持有的一个一个评级的话,相当说是比较高的,相当说或者相当说是比较多的,然后他不单单有这些数据,然后你再拉回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为什么看Palantia呢,因为Palantia你能看到, 比如说你看Holders,你就看到这家公司一些持有者,对吧,你往下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所有这边Top Institutional Holders,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些机构的一些持有者,对吗,ARK的话也是在里边的,但是这边你要看到的一个数据是这边是他Date Reporting,你可以看到他是3月30号的,所以这一次二季度的一个持有的一个状况的话,现在还没有出来,好吗,然后我再带大家看一个数字,你再去找Statistics这边,Statistics里边的话,也有大家比较关注的, 比如这边在Share Statistics里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Short to Float,就是什么Short Float,就是像是一个做空比例吧,然后做空比例的话,他这个分母的话是所有的一个流通股,然后包括下面的话,还有Short Percentage to Shares Outstanding,反正这两个的话,这两个比例的话,都是这些这只个股的一个做空的一个比例,好吗,然后的话就回到这边Path,我这边我已经打进去了,就你收Path的话,你能进到UiPath,我这边主要只拿一个数据,就是他的一个Price to Sales,就是他的一个市销里面,他的市销里面,他的市销里面, 市销里面的话是在44倍,所以最后来帮大家做一下总结,先看前面一个44倍的一个市销里面,为什么我前面说44倍,要在这个数字拿下来,然后我去比谁,我比如说我就去拿马拿他和Palantir去比,Palantir现在的一个市销里,按照现在的一个价格,现在市销里的话是在33倍,然后有两点比较重要,你不能随便去比两家公司的一个市销里面,因为你要知道你去比市销里面的话,可以成长型公司你去比市销里面,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家公司的一个成长值是多少,就是他们的一个revenue的一个growth是多少,如果他们的一个影响, 营收的一个成长值不一样的话,那这两家公司的市销里面,必定注定是不一样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要去看他的一个growth profit,看他的一个毛利率,如果都是成长型公司,轻资产的话,他的毛利率就高,重资产的话,他的毛利率就低,所以你不能,不可以去拿一家轻资产的公司的市销里面,和重资产公司的市销里面去比,这是没有意义的,对吧,所以我这边,比如说我去拿他和Palantir去比,Palantir的一个毛利率的话,差不多在80%左右,然后,UiPath他的毛利率的话要高,对吗,是 这一季度的话,2020年的话是89%,这一季度要稍微下来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营收增长的话,我前面看过了,对吧,营收增长差不多,我估计他2021年营收增长在40%左右,这40%营收增长,其实和Palantir的话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去比44倍的一个市销率和Palantir33倍的一个市销率去比的话,其实他是要比Palantir的一个,从估值上去看的话,他是比Palantir的话是要稍微贵一点的,好吗 然后的话,这边前面三步的话,我前面总结就是我前面和大家说的一步一步,我这边就不重复了,浏览公司网站视频,油管看采访,这些都是我做基本的一步一步的一个步骤,最后的话,直接就做个结论吧 前面三点是我觉得对于这家公司一个利好的消息,后面两点的话是不是非常利好,第一点的话是我前面说2020年的话,他们CEO是没有拿股权激励的,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说明这家CEO的话,花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的话,在这家公司的一个发展上,而不是在拿工资上啊 或者或者还不是在拿股权激励上啊,然后的话,这边他第二点的话,就是他在这个Path,就这家公司的一个软件的话,他在业内的一个一个,他的粘合率的话,他和客户的一个粘合率的话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一个retention rate啊,是非常高的,他业内里面的话就算是佼佼者,然后他其次第二点的话,就是现在的话有充足的,非常充足的一个现金啊,充足的现金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以他们这个,我个人其实觉得他们营收增长的话会上去的,因为随着他们,因为他现在的现金干嘛,现在的现金的话, 最后的话,我估计还是会花在,起码非常大一部分,还是会花在sales and marketing,花在营销里面,营销一旦上去的话,他的一个营收增长的话,一定会上去的,好吗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相对简易的一个操作页面,这也是他们其中产品的一个卖点,就是他们的一个UI,user interface 然后看两点不是非常好的,就是现在的话,增速是放缓了,就我就说增速放缓,其实成长股的话,增速放缓是一个必定要进行过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不可能每一年,前面两年,19年,20年,他都是翻倍的,甚至比翻倍还要高,但是到2020年, 年的话,他就已经下来了,今年的话,他更下来了,所以现在,增速放缓的话,是一个趋势,2021年的话,我估计在40%左右,其次的话,我觉得不好的一点,就是他这一个business model的话,他是一个b2b,business to business,他不是靠着卖任何的产品,卖给一些消费者,卖给一个individual,就卖给我们四人的,不是的,他是business和business,那公司和公司之间打交道的话,那其实比较难去scale的,那只有靠什么, 只有靠营,只有靠销售的一个增速,只有靠你在营销,你在营销上面的话,你要砸钱下去,最后的话,才能增加你的营,你的销售的一个增速和你增加你一个渗透率,对吧, 然后最后的话,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吧,我的感觉是,这家公司其实OK的,但是没有给我一个非常兴奋的一种感觉,然后其次的话,从估值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不觉得这家公司现在是属于非常便宜的,好吗? 当然了,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现在没有priced in的是什么,是他们现在手上有非常充足的一个现金,这个现金的话,未来肯定是要花出去的,这个花出去的话,肯定是能帮助他们去增加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长的,包括他们复合的一个增长率,这个是肯定能够帮助他们增长的。 所以我觉得看他,你看他市销率,你看他市销率能够稳定在哪,比如说如果他的市销率真的能够稳定在44倍啊,42倍,就稳定在现在这个市销率左右的话,那说明他或多或少的话,已经把将来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增长给priced in了,因为他现在,我估计2021年才40%,40%的话是没办法去justify他现在40多倍的一个市销率的,好吗? 那这期新闻就到这边吧,有点长,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今天说的比较具体的吧,但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吗? 然后主要是和大家说一下,整体的从end to end的整个的一个做基本面的一个process,好吗? 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明天见。 本卖总统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